漂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搏击凤云系列 由职业拳击下令阶下拳王 对战业余拳击爱好者曹哥 视频中这位打空击的就是曹哥 他的拳击水平在业余选手里面属于高的 但是他的对手是全国拳击冠军 WBC亚洲洲级拳王夏令杰 通过这场比赛 大家就能明显看出来 职业拳击和业余拳击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精彩的比赛 曹哥在身高B站各方面占有优势 话说夏令杰下拳王经常打大级别选手 可以看出来夏令杰非常的放松 曹哥还是有点紧张的 毕竟对方的含击量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双方到擂台上只能用拳头说话 双方捧拳比赛正式开始 夏拳王上来主动发起攻击 曹哥的反击非常快 开局两个人就打得非常凶猛 曹哥一记后组重拳命中 这拳质量非常高 但是夏令杰的抗击打能力更强 一记大勾拳打空 曹哥主动摟爆 夏拳王后侧拉开距离 然后夏拳王死死盯住了曹哥 压迫感极强 一套组合拳攻击 曹哥前手抡空 背对着夏令杰 夏令杰多击拳法命中 实在是太漂亮了 夏拳王主动发起攻击 曹哥反击 但是拳都打空 夏拳王的防守非常好 夏拳王后手拳反击 曹哥提前防守 但是在夏拳王面前好像不管用 曹哥一套组合拳攻击 这套拳法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夏拳王前手刺拳命中 曹哥上步幅度过大 背对着夏拳王 夏拳王前手摆拳正住门面 速度太快了 夏拳王死死的压着曹哥 一套丝滑的组合拳 打得曹哥狼狈不堪 曹哥的反击也变了形 夏拳王一击后手重拳命中 从现在来看 曹哥的抗击打能力也是真强 曹哥前手 夏拳王立刻反击 夏拳王后手摆拳 下前躲开曹哥的攻击 曹哥连续的攻击 被夏拳王躲开 夏拳王再次上步攻击 把曹哥堵在了角落里 后手重拳命中 随后夏拳王撤了出来 给了曹哥一次喘息的机会 随后再次压了上去 前手刺拳 后手勾拳 曹哥重拳击负 曹哥组合拳 这两下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夏拳王前手非常猛 夏拳王连续的重拳击负 曹哥见识不妙 想要绕开 夏拳王去了乘胜追击 夏拳躲开曹哥的攻击 裁判挡住了镜头 看样子曹哥有点照不住了 夏拳王步步紧逼 前摆后织再次命中 现在的业余拳击爱好者曹哥 仿佛成了夏拳王的火把子 曹哥还在拼命反抗 曹哥通过不断的移动 试图拉开双方的距离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夏拳王又一套组合拳 拳拳到肉 杀伤了极强 夏拳王将曹哥逼到了角落里 一记后手重拳命中 曹哥的抗击打能力真可以 夏拳王又一套组合拳 第一局比赛 还剩下最后十秒 曹哥奋力反击 第一局比赛时间到 我们来看第二局 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 夏拳王无论和谁打 第二局基本上都是火力全开 当然和曹哥也不例外 经过了短暂的休息 曹哥也恢复了一些体能 用自己的身体和技术 对抗技术更为精湛的夏拳王 虽然曹哥发起了一波攻势 但是大部分都被夏拳王躲开 又浪费了很多体能 反观夏拳王的攻击 全拳到肉 但无需发 夏拳王打出一波连击 每一拳都无比精准 无奈曹哥只能搂抱住夏拳王 夏拳王后撤撤了出来 对着曹哥再次发起猛烈攻击 曹哥举手示意 裁判给曹哥独秒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 比赛继续 眼看下拳的攻势越来越猛 面对夏拳王的组合拳 曹哥再也防不住了 裁判职业叫停比赛 最终裁判终止比赛 夏拳王第二回合 TQ 曹哥 曹哥的拳击技术水平 如果在业余里面 确实算可以的 但是他遇到的是 职业顶尖高手夏拳杰 双方有多大的差距 显而易见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